在影片的下方呢 有艾爾羽衣的連結 很多顏色可以選 那尺寸數量不多 大家要強購要快 這是我們2022年限定的產品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艾爾L 我是艾爾 現在來到了這個豐市集 就是武豐的豐 豐市集 那我們一路從騰達門市集合之後 就跟著我們Rebel的車隊 一路騎著蜿蜒的山路 來到了這個地方 那這邊呢是頭目廣場 我們準備在這邊享用午餐 今天要拍車的重點呢 因為艾爾已經騎Rebel 騎了好像三年了吧 我現在目前騎的是25000公里 然後有換過輪胎 各式各樣的保養機油 後避震 然後後面的來歷片都換了 至於其他的車友 騎乘的過程當中 有遇到什麼樣子的車子的狀況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大概都是在幾公里的時候 換輪胎的 這個部分可以跟大家來做個車主訪問 那我們先吃飯吧 吃飯了超大包的耶 排骨酥這包多少錢 一百塊 那還行 因為它有附洋蔥 我覺得可以 喔這個地瓜好大塊喔 全部都是地瓜 哇塞 等一下放屁放到爆菜 好在我身邊的是紀鐘哥 這邊這個藍色非常酷的顏色 這個是變色龍 這也是我們獨窟建宗得意的作品 他有承諾在4月底以前不會有第二台 因為這也是他的心血啦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車主訪問 首先看到這個顏色非常帥的變色龍之外 今天紀鐘哥也擔任大家的攝影師 然後我這邊主要想要幫助大家 讓更多的想要入客Rebel的車友 知道我們Rebel的優缺點 或者是入手這台車之後 有什麼改裝是值得推薦的地方 首先問一下這台改成這樣完蛋了 我看不出來是500還是1000了 我這個是500的 加大了油箱 所以其實車子看起來蠻大台的 而且我把風景也改了 喔對沒錯 原本是S的 罩子比較小 S的像這個 原廠的是差不多是長這樣子 然後換成這個更大的頭 看起來比較霸氣一點 大概騎幾年了 差不多一年半左右 公里數多少了 現在是一萬八千多 很認真在騎耶 是一定要的 環島過了嗎 環島兩次 喔很厲害 都是跟獨窟 平常騎乘的時候 大概都是 我這個是假日車 上班是板台 喔了解 上班同行板台 這個幾乎都是遊山玩水對不對 對對對沒錯 其實Rebel就很適合休閒旅遊 尤其是大哥裝了很多箱子 沒錯沒錯 再來問一下他的改裝項目 剛剛有提到前面的這個風景 首先 再來咧 那個加大油箱 喔對這個油箱可以值得看一下 我們原本的油箱在裡面這邊 它這邊有多一個厚度 鎖點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鎖點鎖住的 加大油箱之後 它其實下面這邊會稍微做一個凹洞 讓你在拿起來的時候會比較好拿 但是可能就考量說 你原本的車色 像我原本是紅色 那一塊就會特別明顯 再來椅墊 喔你這個椅墊看起來很舒適啦 重點就是好看不好做 這個反而不好做 硬啊 欸對呀 居然是硬的 看起來好看的 但居然摸起來硬硬的 再來就是抽稿袋 跟你一樣的 再來就是兩個 馬腕包 海氣管 喔你的是兩個雙出的 這個是泰國的 再來就是 腳踏 這是原廠的嘛 然後後座我們算它往前吧 就是腳可以比較伸直一點 以前還沒改的時候 大腿抽筋 對對對 沒錯 我這邊如果也是原廠的話 我也是會抽筋 原廠的位置 我們往前一點點 我就往前一點 對 這邊也是往前一點點 腿很長啦 真的很長 這樣子很帥 對 那這原廠後照鏡把它裝到下面 手把 又 手把升高 這邊有加高 也有後翼 了解 哇 很符合的身形 做起來就很 RV 再來呢 想要問一下 有沒有哪一個改裝品 是後悔的 覺得當初不應該這樣改 基本上我不會 沒有呢 對對對 買來不好我就 換掉了 就丟在旁邊 了解了解 所以基本上放在車子上面 基本上我都是特別喜歡 還有這個儀表下儀 對 難怪我覺得儀表位置跟人家不太一樣 儀表下儀 那儀表塞在裡面了 對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 你的輪胎 大概是騎幾公里的時候 去換輪胎的 12000後胎 12000的時候先換後輪 15000前胎 跟我差不多 我是15000換後輪 我那時候換後輪的時候 前輪其實還不用換 但我就一起換掉了 你那時候覺得要換的感覺 騎起來是什麼樣 你發現說要換 那個紋已經沒有了 輪胎胎換 然後我們剛好又要去環島 乾脆就先把它換一換 好 所以大概12000 15000左右 那後來換了什麼胎呢 原廠的 一樣就是回原廠的 我跟車友買落地胎 很便宜很便宜 好 因為你騎還沒有很久 不知道有沒有遇到 電瓶快要沒電的問題 我現在18000還沒有換 目前還沒問題 還沒有還沒有換 OK 好 最後一個問題就想問一下 那在整個騎乘的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騎乘感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管是你覺得好騎 或者是說抖動的比較嚴重 或者是目前沒有問題 一切OK 我對他只是大野狼而已 所以我的要求沒有很高 要求不高 我不是什麼重機 這就是大野狼 所以也不要想得太高 那也不錯 你就不會壓力那麼大 說還要改哪裡改哪裡 給大家一個騎乘心態上面的建立 因為我原廠的配件都沒什麼改 就是改排氣管而已 其他都是加裝的 好 對 一萬多 一年一萬多 也是很認真在騎 還還還 對啦 那平常騎乘習慣是通勤比較多 還是出遊比較多 一半一半 其實通勤跟出遊都會 對對對 一半一半 那路線呢 桃園市內 喔市區走走體力 如果去玩的話 大概就是61或者是北橫這樣子 所以其實不管是快速的高架 或者是山路上面的北橫這種 其實都會 習慣騎平面道路 喔平面道路 看說道路壓力太大了 喔上高架騎得快的時候反而壓力很大 高架是比較安全 可是你停不下來嘛 總會屁股麻還是這種情況 想要上個廁所幹嘛 然後你平面道路 你就紅綠燈 你可以靠邊 你可以這個事情就比較選擇性多一點 嗯哼 跟你問一下你的車子的改裝項目 覺得最得意的改裝 或是你覺得現在改裝很後悔 想要換掉的地方 我改裝比較明顯就是 排氣管尾段 尾段我們來看一下 喔那你的前段是包了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防燙布 然後尾段怎麼樣付的特別 是歇管嗎 大陸的仿歇管 仿歇管 你覺得它很棒的地方是什麼 聲音很厲害 性價比好 價格大概多在哪裡 2000多 台幣 對啊 哇這麼便宜 對 那聲音鍵我們聽一下 哦 了解 我們等下去聽個 真正的歇管的聲音 做個比較 好 那這是你覺得得意的改裝 因為價格比真的非常的優惠 性價比不錯 那你覺得很想打掉重鍊的地方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都很滿意 滿剛好的啦 這種比較RV的騎乘模式 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你剛剛說你騎一萬多公里 那有換過輪胎了嗎? 還沒 輪胎還沒有換 但是你看到騎一萬多公里 我有聽說你有遇到電瓶上面的問題 電瓶是我昨天去回原廠保養 那原廠的祭司是說 我的電瓶健康度剩33% 他建議我電瓶換掉 可是你才騎一萬多 所以我覺得先不要換 你還有接一個電錶在上面 我有電壓的 因為我的電壓是正常 12.7正常的 12.13都是正常的 接近11我再考慮換電瓶 也是這也是一個辦法 因為我是騎到兩萬五 他才跟我說我的電瓶剩下31% 然後也是建議更換 但是他也很明白的告訴我們說 要不要換你自己決定 比如說要有一個辦法 你發動的時候開始 登登登 不好發的時候 差不多就要換 這個車不能踩嘛 沒得踩發 對 這個東西安全 我的電瓶就安全 騎的時候他自己會充電 所以這個就也沒有問題 當然騎的人自己要注意自己車礦 對對對 只是我們有點小意外 我也蠻意外說 我有一萬多公里電瓶就剩這樣 OK 那最後就問一下 這台車你騎起來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我們新手建議 或是說的話 是建議入坑呢 還是覺得還好啊 還是怎麼樣 入坑當然是很歡迎啦 就是要等很久啦 因為這個是要日本運過來嘛 很多車友現在 我聽到的好像都是在 跟車友買比較多 二手的比較多 訊息 已經有二手市場可以買車了 好這台Raybill呢 是剛剛在騎乘過程當中 我一直很注意的這台車款 一方面是有尖尖的後照鏡 在車主的左右肩膀兩側 會很明顯看到很帥 然後另外呢 是他的後座拆掉了 蠻多車友們要載老婆啊 或者是想要載貨物 包包很多 或者是後座比較大 但這台車就是很簡潔很乾淨 加上你的坐姿 讓我覺得有一點 像在騎哈雷48的那種感覺 所以一直很想要訪問一下 請問怎麼稱呼呢 劉 劉先生 好 請問購車時間多久了 去年六月 不到一年的時間 騎了多少公里呢 大概五千九 那真的很新耶 你買的時候買新車還是 新車 新車等多久 大概等兩個月吧 那很快耶 你一切很順利耶 就他有車啦 那另外我想問一下 你的改裝項目 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個後照鏡之外 還有哪邊呢 這個 旁邊這個包包 加了一個包包 放手套 叫排氣管 排氣管 對 你的排氣管變成雙出的 然後腳踏 對 腳踏 腳踏 還有一個前面這個 加一個包包 想要聽一下你改裝管的聲音 聽起來是很沉穩的聲音 不會很炸 你自己是滿意的嗎 我比較喜歡這種 喜歡的 你自己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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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呢 我們想吃的是新鮮草 然後車子的話可以停在下面 左手邊有一個停車場 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了斯坦的新鮮草 我們剛剛從新竹橫山那邊出發 走線道122 都是產業道路三路 接線道124 來到了斯坦這邊 一兩公里下山就會是那個台山縣的斯坦仙草那邊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走台山縣北返 但是這裡呢 是這個車友們推薦比斯坦仙草更好吃的仙草店 喔酸酸甜甜的很好吃耶 很爽口 吃吃看 還不錯 但是它加了奶精就會搶走那個味道 而且它不冰 就感覺要吃冰的才舒服 大家知道招牌仙草中是沒有冰的 就一般常溫這樣涼涼的味道而已 可能因為奇怪的路真的太遠太長了 預期好吃的程度 好吃值有點高 但是基本上不會太甜 然後清爽 地瓜園越嚼也是越香 Q度軟度也都很OK 周邊有南莊景點有仙山 景點也蠻多的 如果要露營的話 這附近有很多的露營區 收藏之後下來吃個冰再回家 我覺得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把這個景點推薦給大家 這個比較好吃 好現在在我身邊這位 他不用自我介紹了 我幫他介紹了他叫做威廉 拜託他很久他才讓我採訪 不過呢 我們威廉是我可愛的忠實觀眾 所以他這個油箱 大家之前有看過 我騎西濱的時候有用過這個油箱 然後因為我的把手沒有改價高 你的有價高對不對 沒有我是改後遺6.5而已 我的是會卡到一點點撞到 所以後來我就把我的這個油箱 割愛給威廉 好啊第一個問題 你的這個是500還是1000 這是500的 買多久了 今年9月就滿兩年了 現在已經騎多少公里了 大概2萬1左右 那也是騎的很多 2萬1 平常是只有這台車嗎 就是出去玩是騎這台 平常就是還有一台小白牌在騎 想問一下改裝項目 除了這個最好看的這個油箱之外 還有哪裡是你改裝的內容 看起來這個大的風鏡 真的有擋風效果嗎 一點點而已 好看 對好看 然後又可以放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大概放什麼比較常見 就放一些補車工具這樣 啊對耶 補胎包這些什麼的 這個不錯 防島的這個保桿 保桿 加一個比較可以放深一點的水壺 欸你另外一側也有對不對 對這邊是比較淺一點的小水壺 這邊是深一點的這個大水壺帶 還有沒有什麼改裝 欸你這個是很怕屁股痛喔 這個比較透氣 喔這個是透氣 喔它曬太陽不會燙 對曬太陽摸著也不會燙 曬久也不會燙 主要是它坐在上面 屁股不會熱熱的 啊你又沒有後座要載 你這怎麼不拆掉 整體性 整體性 喔是這樣子喔 喔了解了解 啊你這後靠背沒有人要靠 為什麼不拆掉 整體性整體性 硬要欺負它 欸這個好用嗎 還不錯 蠻軟Q的 避震效果也不錯 這樣子左右兩個要多少錢 大概三萬多塊 我不敢講 這種沒老婆的才敢講 有老婆的都不敢講 都抱三千 問一個問題喔 你這個改裝上面 這些組裝的東西 有沒有哪一個是你覺得很需要裝 或者是說有沒有哪一個是你覺得 裝了有點後悔 以後還是不要這樣做比較好 都蠻不錯的 這個椅墊還不錯 你個人最推這個椅墊 便宜實惠又好用 這個蠻通風的 來問一下 你現在騎了兩萬多公里 那輪胎有換過了嗎 欸輪胎有啊 就是一萬三的時候有換過那個 被耐力的 哦那差不多我也是一萬五換的 那你當時是前後輪一起嗎 對前後輪一起 然後都換被耐力的 MT60 這一款我也蠻想換的 因為它有一點點像巧克力胎的這種胎紋 蠻美的 蠻耐磨的 對 那所以騎起來目前感受都很好 還不錯還可以 這台車蠻平民的 就很能夠當大家的入手第一台車 入門口 好他今天不想露臉 那沒關係 車子很帥 我們必須讓他車子多多入鏡一下 價格通通不問 旁邊有人在看 但是那支的價格剛已經被爆出來了 對啊 應該先問一下車子騎多久了 一年吧 一年多少公里 一萬三千五 一萬三千五百公里 目前騎乘的狀況有沒有遇到任何的問題 車礦都很OK 零件什麼的都沒問題 對 車子的狀況還算蠻穩定的 然後改裝的部分呢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兩個牛角 這兩個牛角是三峽的金牛球 不好意思 它是 個人特色 但是它是怎麼弄上去的 有螺絲嗎 對對 喔後面用螺絲鎖進去的 整個金黑的配色是你的整個改裝重點 我們剛剛有說想要聽一下排氣管的聲音 是很穩穩的聲音 再來是椅墊跟後靠背 感覺是一體式的 這是另外加裝的 後面這邊能綁貨物嗎 是可以的 雖然看起來細細的 但是蠻堅固的 這邊如果放一個包包把它捆起來 我覺得也蠻方便的 目前騎一萬多公里 有換過任何的輪胎啊 電瓶啊 或者是任何的零件 就換輪胎而已 你的輪胎 蠻特別的 我的後面 這個是什麼輪胎 你只換後輪 建大的 國產的 然後是大概幾公里的時候換的 最近嗎 一萬 他的胎紋也是蠻特別的 中間這邊是深的 然後裡面這邊是細的胎紋 建議給所有Rebel的車友 可以多關心一下你後輪的狀況 或者是如果你在騎的時候 有一點甩啊 會偏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 你的後輪是不是磨損得差不多了 好了 請問怎麼稱呼 是不是第一次看到你 沒錯 對我之前沒有看過 怎麼稱呼呢 韋哥 韋哥 韋哥你好 是台灣人嗎 不是 香港 對 剛剛聽一點點口音感覺是香港人 但是你在台灣已經生活跟工作 對 所以在台灣買這台車 沒錯 在香港的時候有買過其他的重機嗎 沒買過 是騎別人的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選擇這台Rebel 對 是因為遇上他們這些人嗎 看到這個車款我就愛上 怎麼說 你愛他哪裡 車款的美 我選擇重機 你一開始看的時候其實蠻多市面上就是仿賽比較多 然後 復古車可能車高又更高一些 或者是街車車高高一些 那因為我的身高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台車問世的時候也是 就是這種感覺 就去試車 就直接訂車的 對對對 這是也講不出他說哪邊特別帥或怎麼樣 但就看起來很協調很喜歡 沒錯 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 你目前看起來車子還很新還Burlion 是騎多久了 大概八個月 公里數 九千多 九千多公里 其實也很認真在騎 每個月一千 每個月一千耶 對對對 是通勤嗎 沒有 都去玩 認真在玩 那要多看愛兒頻道會分享一些景點 有有有 看你的頻道去看 對對對 因為我剛好也都在北台灣 所以蠻多景點可以分享給大家 想問一下有任何的改裝嗎 看起來都是很實用的改裝 跟我們分享一下 從前面來 第一個改裝 前面有嗎 就是看你的節目 閥門 閥門 有有有 那你的開關在左邊 在左邊 OK 閥門改了 再來咧 然後打手 彎把 比較靠近自己一點 有加高 這邊有這個電高 我這個是六吋半 再來前面這邊是行車記錄器 跟這個電壓 電壓的話就是像我們剛剛提到 電池要注意 電壓 行車記錄器沒問題 然後再往下 保桿 保桿 保桿霧燈 把這個燈裝在保桿這邊 比較不會打太高 沒錯沒錯 而且 稍微左右寬一點 打出去燈比較漂亮 對對對 夜晚比較好用 再來咧還有哪邊 再來的話 這是自己貼的對不對 對沒錯沒錯 雙式卡本 沒錯沒錯沒錯 OK然後這個 還有椅墊 有時候會雙載嗎 對對對 這個厚度感覺很舒服 有加德國泡名在裡面 支撐度高 做三個小時屁股不會痛 三個小時認真 沒錯 側箱的話是 這邊有寫 這個蠻常見的西班牙品牌 不是皮革的不怕水 對對對 然後開關方便 我可以看一下裡面的空間嗎 可以可以 其實可以喔 裡面的空間其實還蠻大的 兩個寶特瓶 雨衣對不對 雨衣 喔還很深耶 還很深喔 喔還有到下面 對 有那個東西放的 補胎的 連輕都懶得輕了 打氣的 打氣補胎 手套 水 這邊放了兩件 雨衣 兩件 那這真的很方便 所有的工具都帶著 欸這個是同一個品牌的耶 對沒錯 那這個是一起買的嗎 對沒錯 我車還沒買 配件先買 配件先買好了 因為目前你騎的還很新 你可能沒有遇到任何的要換輪胎啦 或是換電池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騎乘上面的感受 或者是說 未來有新手想要入坑Rebel 可以有一些你的心得跟他們分享 其實這台車入門的話很好 第一個它不貴 第二個還蠻好騎的 一般來講齁 我們不算是年輕人不求速度的話 這台車其實蠻夠用的 CP值很好 對沒錯沒錯 然後又好騎 坐墊是 就我們剛剛這樣看下來 是大家改裝的一個重點 對原廠的坐墊屁股還不空 真的不行 非改不可 這個家常的土塑 因為原本土塑大概到這邊 然後我們腳在這邊 又不像那個賽車有罩子 所以這邊都很容易噴濕 這個就真的有差嗎 還是好看而已 有很好用 真的差很多齁 很好用 因為我們平常這邊都會被那個泥巴 不只褲子 整台車 對對對這邊都會噴的都是 然後這邊引擎又燙 泥巴一噴起來馬上黑掉髒掉 這個還不錯 那以上就是這個幫我們分享所有的改裝項目 騎乘感受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謝謝 謝謝 那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會走台山北返 這裡就是台山線上滿常大家會經過的這個 北埔印象咖啡 那也很高興今天跟我們這個 桃園的Rebel車友 他們叫做獨窟 那這個所謂的獨窟呢 其實是因為 建中哥他把他自己家裡面 類似三合院這樣子的一個大庭院 讓給大家來這邊車聚 中哥他這邊有開發一些他個人的 改裝配件跟產品或是代購 所以如果你是即將入主Rebel的車友 歡迎到我臉書上去找北區社團啊 或是獨窟社團啊等等之類的 都可以找到相關的資訊 然後問車友 他們的改裝品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都可以直接做洽訊 最後呢 我的這台Rebel 500 前陣子一萬五的時候換輪胎 選擇的是普利斯通的H50 普利斯通的H50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胎紋是長這樣 那他也是中間的胎紋比較深 左右有比較細一點的這種 換胎之後已經又多起一萬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換了這個胎之後 沒有那麼的滿意 因為原廠胎下雨天 或者是經過那個水溝蓋 沒有那麼滑 但是換了這個胎之後 反而覺得那個滑的感覺 有點嚴重 但是單純是就下雨天 平常只要地桿起都是沒有問題的 個人會比較偏向下一次想要換被耐力的MT60 我也蠻喜歡他的胎紋的 再來的話是這裡 這裡 這裡 基本上已經有漏油的狀況 所以之前這邊流了一條白白的水滴 本田是說要換的話 這整座零件全部都要換 而不是只有換這幾個橡膠或者是那個歐環 他就是要我整個換 那大概要兩千多塊 不整個換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到外面去只換橡膠或者是歐環 或者是你再觀察一下 因為我們檢查一下裡面的水箱水 沒有漏很多 就是只有一兩滴漏出來 所以如果他沒有再繼續漏的話 他有點是壓力的問題 之後再起 他也沒有漏了 你只要知道說你這邊可能老化了 需要換 但是你要多注意一下 也許你也不用馬上去做更換 再一個問題就是我之前去換鏈條的時候 反而這個螺絲掉了 所以這個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你有去換鏈條做保養 我那時候是在外廠不是原廠的 所以要注意那個螺絲有沒有弄掉 要記得把它裝回去 可能放在旁邊忘記裝 然後再來是那個來令片 後輪的來令片的話 我現在是騎兩萬五 進彎道之前我都會把速度慢下來 然後會用後煞去放慢速度 所以來令片我換SBS的來令片 那它的話是那個結燒的來令片 就是你煞車多煞幾下之後 開始它會越來越利越來越利越來越好用 不會說有那種急煞的感覺 個人也蠻推薦的 以上就是我換的東西 還有一個騎兩萬五之後回去看電池 鳳打有個好處它們都有那個原廠見檢 所以你只要長途旅行的時候 或者是定期它們會有一些見檢的活動 你就可以免費回去檢查 那它有幫我檢查說我的電池剩下31% 這也是我比較意外一點的 就是有些人騎了四年五年 四萬五萬公里電池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騎了像我騎兩萬五 剛剛有一位車友他騎一萬多 就有電池剩下不到50%的問題 這個部分各位車友再多注意一下 影片到這邊到一個段落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愛爾講一下 我自己騎這台車這麼多年的心得 改裝品我個人真的是慢慢改慢慢換 覺得前叉太軟了 然後你再慢慢去調整 不管是換內管或者是後面的避震太軟了 感覺過彎的時候會搖來搖去 或者是像在開船會有這種乘風破浪的感覺 那你再去改避震器 避震器改完之後要調啊 會不會調這也都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改裝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你輪胎的問題 胎壓的問題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不用一次改就很緊繃到位 或者是甚至像我們剛剛前面幾位大哥說的 這個車款它本來就是舒適休閒的車款 本來就不是競速型的 所以只要騎得舒適開心就好了 甚至很多人覺得一定感覺舒服 坐起來好騎就好了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問說 這些東西在哪邊買哪邊改 不一定只是找獨屋的中科 還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到社團裡面做詢問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夠 把你的愛車打造成你最喜歡的樣子 那歡迎大家按讚分享加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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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